福邦证券董事长林火灯 拥有IT背景 也能征战金融圈 承认证交所总经理 虽然已经69岁 但说话还是坑枪有力 爬楼梯也不喘 他透露养生密招 就是保持轻松愉快心情 吐纳 走路 爬山 我始终都相信说 如果一个人要健康 就是心情 睡眠 饮食 运动 我比较倾向没有洁净 没有说只要吃了什么就会好 林董说他最厉害的就是睡觉 讲到这个睡眠 其实我倒是可以分享 这个小秘诀而且很微妙 其实我睡眠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睡眠的品质很好 我上飞机可以睡 我到了这个出差的地点 虽然有时差我也可以睡 随时都可以睡 我随时都可以睡 睡个好觉 隔天就是一尾活龙 而关键就是靠吐纳 你就吐纳 吐纳 深呼吸 譬如说我现在躺下来 过了十分钟 我突然警觉 我为什么没睡着 我就开始深呼吸 那我通常都大概都可以 在三分钟以内就可以睡着 那有时候连病痛也可以 连这个譬如说喝了酒不好睡 一样也可以 他说有一次跟券商工会到日本 吃饭时喝太多酒 非常不舒服 我就一招 我就开始吐纳 那一次大概我最长最长 大概吐纳了快半个钟头 我最后还是睡着 我最后还是睡着 也没有吐也没诊 我还是睡着 灵火灯在六十五岁时 朋友邀约爬山 他随口答应 因此展开他的登山之旅 灯玉山 我说是啊 灯玉山要排队嘛 要抽签嘛 好 那个是五月二十几号 对不对 好 他就马上回 下个礼拜七星山 开始训练 去七星山 我说好啊 我完全没有概念 第一次爬七星山 他形容痛苦到都忘记 自己怎么上去的 但越训练越顺利 然后中间当然就 还是会去训练 爬一些小山 交山 那我就很顺利的上玉山 第二年我就 也很顺利的 就是上了这个雪山 透过吐纳 剑走 爬山 灵火灯让自己 天天有十八岁般的青春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 galera